HELLO 大家好我是Emily 上一次我们讲到冰水机原理的内容 那我们有提到像气冷式冰水机 水冷式冰水机 也有提到它的COPER等等的 如果还没看过上次冰水机的内容 换一点上面的连结 那我们今天想针对就是这个部分 想强调说就是水处理的重要性 今天我们想跟大家分享的是除水垢的部分 因为其实除垢对于我们维持热交换的一个性能 以及像我们智能功能设备的一个可持续性 算是一个很关键的操作 因为一般如果说长3公分以上的这个水垢 其实就会影响到我们的热交换效率 甚至可能会影响高达20%的这个能源成本 不过传统上来说的话除垢就意味着 就是说我们安全上的考量需要就是特别的注重 因为目前市面上一些比较典型的产品 主要都是一些强酸 而且是一些可能有毒的酸 会对我们师傅使用来说 对人们会有有毒的蒸汽 或者是说会对我们皮肤接触上会有伤害 那这样子的话就可能会引起 像不必要的一些公安事故 或是法律纠纷等等的 那我们今天想跟大家介绍的是一个 法国进口的DUONET D7的这个工业用的除水垢剂 那它最主要就是可以用来消除像水垢啊 或是石灰石碳酸钙这种 或是水管中的一些污泥或是铁血沉积物等等的 那它可以用于像热交换器或是锅炉 或是水管道啊冷却水塔等等的 而且它的特点是说它可以生物降解 也就是说它可以今天这个原液 它是可以直接排放到下水道 并不会对环境造成任何的冲击 如果说像有些工厂他们在挑选一些清洗溶剂的时候 这一点就是可以大大的加分可以纳入考量 那最主要跟传统的除水垢相比的话 典型的一些除水垢产品 因为它们这些抢酸 其实就是很容易会去损坏到一些金属材质 或是合成材料或水龙头等等的 那我们这个产品是标准说没有腐蚀性 也不会去破坏材质没有危险性 使用上的话也不会产生有毒的蒸汽 然后不会影响到我们的皮肤 像譬如说之前他们曾经就是有开记者会 那把这个除水垢机跟他们除的这个水垢放在手上 拍了记者会大概一个多小时是都没有任何的影响 对我们人体来说也是比较安全的 那因为我们这个产品的话它是浓缩的产品 建议就是说对水稀释做使用 一般是建议大概用到30-50%的这个浓度区间 那像比较我们比较常见的材料 像是钢、铜、不锈钢、铁、黄铜、塑胶、橡胶、陶瓷等等的 都可以在这个建议的浓度范围做使用 那它使用的温度范围的话是0-80度C 那它最高效率的情形的话会是在10-24度C 那如果说今天对水稀释之后 它会有一个放热反应的话 大约会再拉高大概10度C的部分 不过要比较注意就是说 像鑫跟铝这两种材质 因为相对比较脆弱 所以建议就是说最高浓度的话 到10%的这个浓度就好 那接下来跟大家介绍一下说 这个产品的使用方法 它可以像是针对我们内部管路的使用 或者说对于外部表面的部分做处理 那针对内部管路的部分的话 我们就说建议大家先将我们的这个 DUO内D7产品 对水稀释到想要的浓度之后 我们将管路排控以后 再注入到我们的这个设备其中 让它做循环使用 那我们这边有一张表格 是针对说我们的使用量 以及它的建议循环时间的一个表格 那它的这个表是针对就是说 浓度50% 就是说我们建议的最大浓度的一个操作表 那一般来说我们针对一般材质 就是在做除垂垢的部分的话 其实是大概抓在4个小时以内就可以完成 那我们等循环的这个时间结束之后 我们会就是以15分钟为一个间隔 连续操作三次去测量它的pH值 那同时我们要保持这个容易 继续做循环 如果说我们测出来的pH值连续三次 都是大于6的话 代表说我们这个容易饱和 就是说这个清洗还没有完成 还需要再做清洗的这个动作 那如果说我们测出来的pH值小于6的话 就代表说我们已经清洁完毕 那我们就需要将这个溶液排空之后 我们将大量的水去冲洗 之后我们再检查的pH值 确保说pH值大概接近7 就是说这个水维持在中性的这个状态 我们已经代表清洗完成 也把溶液都排干净了 那如果说是外部使用的部分的话 我们就是将我们的这个溶液 调配到稀释需要的浓度以后 我们涂抹在需要除垢的这个表面上 我们就可以让它就是去覆盖完之后 让它去做除垢的这个动作 就等到我们测pH值也是小于6的这个情况下 代表说已经除垢完成 那最后跟大家提一下 就是说使用这个duo内D7的 这个产品的一些注意事项 因为其实我们这个产品 跟大多数清洗溶机都一样 这个产品算是一种电解液 那今天我们把它用来清洗的时候 使用在可能我们的设备上的话 就要不要注意 因为设备通常可能会有 很多不同的金属组成 像是铜或是钢 那我们这个金属粒子 就很有可能从一种金属 转移到另外一个金属 所以要避免长时间的操作 我们是建议说尽量不要超过8个小时 那像是镀星钢的部分的话 就是说建议使用我们duo内D7的产品 的话浓度最大不要大于35% 那因为我们这产品也都有做过 材质的相容性测试 那比较要注意就是说 因为铝跟鋅 它们比较脆弱 所以说我们使用的浓度不要大于10% 而且我们的这个循环反应的这个时间 也不要超过两个小时 那对于产品如果说 还有更多想要知道的这些讯息 的话也欢迎就是跟我们做联系 如果想要采购的话 可以询问当地的经销商 或是可以来询问我们 我们会告诉你当地的 采购的窗口在哪里 今天的影片就到这里了 那感谢大家的收看 我们下次见 拜拜